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书馆开书啊,咱们书不要麻烦 继续开讲啊,这第一次金川之战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 这个越东美老将军只带着十三名亲随 哎,就是他那个十三太保啊 顺着这山路啊,就上了这个大金川吐司沙罗班的老寨 哎,叫做乐乌为 这乐乌为老寨啊,就在金川河对岸的山上 那真是帝势险要一手难攻 出了清军的主寨卡萨营寨之后 这越中企业带领他这十三名亲随 走了多半日的功夫啊 才来到了乐乌为城寨的底下 这老将军抬头一看呢 寨门寨墙高耸,是寨门紧闭 再往里看呢,这碉堡碉楼层层叠叠 站在院门以外啊,哎,是看不见头了 那这山上,哎,这乐乌为里边的这沙罗班和朗卡 到底知不知道这越中旗来呢 哎,早就知道了 早有这个碳山的小校啊 把这越中旗等人一路上的动向 报告给了山里边的大故障 沙罗班,这沙罗班就问这个碳山的小校 说你们看清楚了没有啊 到底是不是越东美老将军呢 哎,他带了多少人马来到咱们的城寨当中啊 这小校联邦达到是这领头的 他倒是一位老者 身材啊,魁梧高大 在投到咱们寨墙几里地以外的地方啊 这山路崎岖就已然不能骑马了 这老者啊,虽然拄着拐杖 但是啊,这脚下的步履并不蹒跚 和这旁边的这个亲随啊,有说有笑 时不时的在高高坎坎的地方啊 还能拉身边的年轻人一把 从这老远啊,就能看得出来 这老将军呢,须眉皆白 岁数是不小了 但是啊,是不是越中旗 小的我不曾见过东美老元帅 所以啊,我不清楚 至于带了多少人马啊 这小的我呀,也仔细数过了 加上这个带头的老将军呢 一共是14个人,14匹马 身上啊,并没带着火枪一应的长兵器 这沙罗奔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啊 他觉得呀,按这个小孝的说法的 带头来的老将啊,应该就是越东旗 那证明啊,这越东美老元帅啊 确实没在啊,这个雍正朝那场政治动荡当中啊 被迫害致死 他和这个越中旗啊,两人呢 颇有故交 哎,这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可是转观点来一想啊 也是让人发愁的一件事儿 这越中旗父子九历四川 常年啊,在这四川练兵 对这四川,哎,也就是说 对这金川大小山谷的形势啊 非常了解 对这金川用兵啊 虽然也是有难度 但是啊,就凭着月中旗的本事 以及啊,他对这个金川地青的了解 迟早啊,这乐乌为老寨 以及那个天险罐牙都能被他拿下 所以说呢,即早投降 是我军最好的选择 于是这沙罗奔又问这个寻山小孝 说这一队人马十四个人 他们现在到哪了呀 这小孝说按这个我估计啊 现在他们应该已经就在咱们的大寨以外了 这沙罗奔呢,还是不放心 又拉过小孝来问了问 真的看清楚了 他们后边没跟着大队的清兵吗 这小孝说呀 哎,小的我看清楚了 后边真没有人 十里之内啊,就他们十四个人 哦,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开寨赢人吧 于是这沙罗奔呢 就凑齐了这成寨当做老人 那什么算是老人呢 哎,不是岁数大的就算是老人 这些老人啊 是指在这个青海战场上和越中旗军们打过交道 和越中旗见过面 认识越中旗的人 这沙罗奔呢,还是不放心 怕这个傅横啊,晃点他 于是啊,叫来了这些人 帮着自己啊,共同认一下 来的这个老头啊 他到底是不是越东美 于是啊,这三伤号炮 债门打开 债门开了之后啊 就见这十四个人牵着马啊 从债外边就进来了 由于啊,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尽得债来这十四个人呢 都拍着斗篷戴着风帽 至于啊,他是不是这东美老帅啊 谁也没看清楚 那这会儿,沙罗奔怎么样呢 站在那迎接吗 当然不能了 这沙罗奔呢,只能啊,伏地跪在这个原门涌路的一侧 那有人说,为什么呀 这样做不就不平等了吗 这先来一下子就让清军占了气势 你这和谈还怎么谈呢 哎,实际不然呢 这是规矩也是必须的 因为你沙罗奔呢 给这个清军大营当中写信的时候 你承认自己是这大清朝的镇幅使 是本地官方土官 这来的人是不是越中旗啊 你虽然没更清楚 但是啊,拿上来的拜帖上面写的可清楚 来人正是亲命 四川提督赏代花陵 辖制五城金川兵力的大将军 越中旗 这官职啊 就广是这个军中提督吧 就比你这个土司沙罗奔这官职啊 多了没差 差呀,六扔多元 那位说什么叫六扔啊 哎,您看您脚边上一砖头都没有 捡起来使劲往前扔 跑过去 再捡起来再往前扔 哎,扔六回 哎,这就是六扔多元 所以说呢 既然想和谈 你承认自己是亲命着大金川的土司 这来人呢 是这个四川的提督 你必须要得尊重你的上司 尊重啊 比你高官阶的大员 这是朝廷的王法王制 哎,不能乱 哎,你要是一拍胸脯横打皮铃 你说你就是这叛军的囚首 沙罗奔 你啊,当然就不用给这来谈判的使官行礼了 因为啊,和你对等的 是他们坐在卡萨营寨 钦差行营里边的复横复老六 那既然不是这样 那你就得给啊,这四川提督行礼 正在啊,这山中这帮老人 包括沙罗奔在内 琢磨啊,这来人 他到底是不是月中骑的时候 只见呢,来了这一员 老将军也没理 跪在路边的沙罗奔 就静止走向了中军大寨 在大寨行员之前的大都骑脚下呀 这老将军呢,拨下头上的风帽 一手插腰 一手啊,就只跪在路边的沙罗奔等人 一缕呼吸说道啊 你们可还认识岳某人 这沙罗奔逛前跪爬两步 揉揉眼睛一看呢 哟,这果真就是岳将军 于是这口尊岳功啊 向上就拜 这岳中骑呢,也不能太捏着 于是抢前两步啊 把这沙罗奔就扶起来了 嘴上说呀,大顾渣 别来无恙啊 沙罗奔赶忙说呀 跟您跟前呀 我还称什么顾渣呀 这不合辈分 我是您的晚辈呀 于是这二人呢 就手牵着手 一同进到了大寨当中 在这个大寨的议事厅里边啊 这两个人可就落了座了 这沙罗奔呢 直奔主题 跟这个岳中骑抱了抱万说呀 这月落军门 拜军之将何以言勇啊 我们呀 是抱着这个投降的心 哎 才请您过来呀 咱们谈判细节的 还是那句话 这六个条件呢 我们是完全英语 只不过呢 也不是我个人的意思 是我合债众动主 还有我所有族人的意思 我和朗卡呀 不能领受这个叛军囚守的罪名 所以说这出营 见这个五省经略 富衡富大学士啊 我看就免了吧 这老将军乐中旗 听完之后 哈哈大笑 指着这个沙罗奔说呀 哎 贤侄啊 你想错了 在座听堂之上 乃至何英众将 这里边有叛军吗 哎 没有啊 你扯出造反的旗号了吗 没有 你去攻打这个 打箭炉的清军大美营了吗 没有 你知错呀 那无非就是和周边的城寨 周边的土司 发生了一点土地和人民上的矛盾 并且呢 你还有失职 没能管住你手下的族人 哎 纵容你的手下下山啊 抢夺一路上的商旅 而且呀 还和官兵发生了冲突 你看啊 这外边啊 这大军压境 实际上 这并不是朝廷啊 平叛之乱的部队 是这当今天子啊 大皇帝乾隆 接到其他土司 央告的奏报啊 前来给你们劝和的 这月中旗几句话 那高了去了 轻描淡写 就把这个打了三年 死了几万人的一场战争啊 说成了这地方的小摩擦 并且呀 给这场战争啊 定下了基调 说这场战争啊 那不是地区战争 那就是地区摩擦 之所以打起来呀 那完全是擦枪走火 这沙罗奔朗卡等人 听完之后啊 那就好像是大热天啊 做了一个匾子呀 吃了一个粮食子 别提多痛快了 盲病人呢 给这老将军端了一碗 青磕酒 这老将军呢 端着这碗青磕热酒 看都没看 一饮而尽 并且呀 对着这个端酒的姑娘说 这哪够去呀 再端来 并且看给我那十三太宝 每人都上酒 这沙罗奔的何应众动主啊 看着这月中旗如此豪情 对上来的酒食 毫无芥蒂 毫无防范 那真是更佩服这个老头了 于是啊 这谈话间呢 就更放松了一些 这沙罗奔呢 就问这个老将军 这老将军 您看 如果我等归降啊 这朝廷 他会不会对我们清算呢 这月中旗一边喝酒 一边笑眯眯的 看着沙罗奔 对沙罗奔说 说你看呀 我这么大岁数 冒着风寒 不怕这川西路途险阻 来到你的城寨当中 我是干嘛来的 我不就是给你做宝来的吗 有我给你做保证啊 你放心 这朝廷啊 不会对你清算 并且 我呀还可以向你保证 我会向朝廷奏报 保你和朗卡呀 永做这金川之主 当然了 这月中旗呀 是保他们做这个金川的吐司 并不是让他们呀 在这儿做草头王 这月中旗说呀 今天呀 天晚了 你看呀 我也要留时间 给你和你这各家洞主 商议此事 赶紧 给我找一个暖和点的雕龙 我们几个呀 就要早早的休息了 于是这沙罗奔究命人呢 给这月中旗老军们 准备了下榻之处 这老头啊 喝了几口酒 就倒在铺了兽皮轮上 喝喝的大床上啊 是倒头便睡 何等之气魄呀 据这个回奏的小孝说啊 这月中旗躺在床上之后啊 憨声如雷 这一宿睡的 连身都没翻 何等之气魄 根本就没把这些贼囚啊 放在心上 那这会儿沙罗奔干嘛呢 这沙罗奔呢 就真召集了自己 各种的洞主 各路的将军呢 哎 商量事儿呢 虽然自己啊 和朗卡已经打好了主意 但是还要和这帮洞主啊 商量商量 其实这些个洞主将军们呢 到了现在也只是啊 死鸭子 这嘴还能硬硬硬而已 有人说啊 守 哎 咱们就守他个三年五年 看样子 在这个期限之内 这清军呢 是打不上咱们的老债的 三年五年之后 谁知道这天下又是什么样啊 也许一场地震呢 这北京城都没了 也可能啊 又出了个李自成 挥马就进了京师 就改朝换代了 到时候啊 哎 谁还会理会咱们金川这弹丸小弟啊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啊 看了看沙罗奔 这沙罗奔还没言语 那朗卡可就把话接过来了 三年 守三年容易 哎 粮食在哪呢 这月中旗老军们呢 待人啊 收了咱们十几个粮库 又夺了咱们一千四百多块田地 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 一下子 所有的青科就落到了青兵的手里 这么一来啊 是没有新粮 也没有积粮 银子 金子咱们是不缺 要想下山购买啊 正对着咱们呢 就是清军的大寨 这海兰茶的大营啊 就在十里地以外 正在山谷当中扎下 这位洞主 我把钱交给你 你带着人去买粮食吗 我看呢 是有去无回吧 这会儿啊 也没有其他人搭话 过了宁静的片刻之后 这沙罗奔一拍桌子 站起了身 既然别人再没话说 那么我就决定了 咱们向清军投诚吧 要知道这沙罗奔 疏之二人是否 道歉双臂出债投诚 这傅恒傅老六 无省经略大学士 是不是能饶着二人的性命 咱们下回 接着聊 好 有这里 Notes 男子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